同学们好 我们这一讲主要是讨论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受关注 显然不仅仅因为农业是一个部门的经济 人们更多的关注农村 显然也不是出于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关注 人们对农民的关注 也不仅仅是对这一个阶层的关注 那么这三个问题就引出了一个更有意义的面题 就是我们怎么理解三农 应该把农民放在整个社会各阶层当中 来定义它 理解它 发展它 应该把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当中 来理解 来观察 来思考 来研究 应该把农村放在整个城乡关系当中 来理解 来发展 来处理 这就出现了怎么理解三农的这样一个问题 研究三农问题有不同的角度 有的更多的是侧重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比如医疗保障 养老保障 农村发展条件的保障 有的侧重于城乡关系 比如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 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基本公共品的有效配置 尽管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理解 但其实我们宁可把它理解为 各自只不过是 作业于整体的同时 根据自己的研究和教育的领域 选择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角度 仅此而已 不是说我们只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观察农村 这里我们主要还是借助于 农业组织变迁来讨论 为什么我会更注重农业组织变迁呢 有人更多地用制度 当然可以 但是当下 农民也好 农业也好 农村也好 存在的诸多尖锐复杂的问题 都更多的是与农村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关 笼统的讨论制度不是没有意义 而是有严重的缺陷 比如说笼统的讨论制度 还是回到了一个土地到底是私有化好还是经营权承包好 长期纠缠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意义 建议同学们把近五年来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讨论 回顾一下 可以查一些文献 你就知道大家在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上都讨论一些哪些问题 这些问题哪些讨论是有意义的 哪些是没有意义的 讨论土地制度问题当然很有意义 但比这更有意义的是什么 好 我们借注意下面的五个问题 下面的几个问题来看 到底什么问题相对更有意义 公设者为什么会解体 看似简单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真的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本来我们对人民公社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形式 具非常崇高的期待 我们甚至对它赋予意识形态 说它是走向彼岸世界的一个桥梁 公社嘛 这个名称本身就是 最初就是与共产主义等而适之的 至少 本来是把公社制当作实现共产主义的一种组织形式 那么它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是这个公社名称本身不好吗 显然不是 一定是公社内部 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出问题了 公社内部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假定 技术进步在这里作用很小 那么我们可以暂时忽略它 我们只考虑这两种要素 劳动和土地的结合 如果劳动与土地之间是直接结合的 就这个土地是我的 它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简单的生产岩数 产量 与努力程度 严格线性正相关 我越是努力 我的产量越高 这时候我们如果不考虑 这个马克思转换 就是商品转换为货币 有没有困难 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个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 最大的产量就是最大化的收益 那么这就很简单了 每一个人他会选择努力 而不是选择偷懒 因此这个承包之所带来的激励 就叫做正向激励 正向激励 基于这个分析 我们回到人民公社 看这里边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这两种要素 然而 劳动要素的所有者才发现 土地其实跟自己无关 跟自己无关 一 土地不是我的 二 我努力程度 跟我的所得没有现行关系 没有现行关系 以至于偷懒的人 跟勤勉的人 最后从分配上来看 其实是一样的 这种情况下 所产生的激励 叫负向激励 负向激励 这种情形下面 如果谁在选择最大化的努力 经济学上 一般会认为 他这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不合理 偷懒的人 跟勤勉的人都得知一样 你干嘛选择勤勉呢 这时候如果你继续追求勤勉 那只有两种可能了 一种是 我家有足够多的财富 我能对所有的东西 我都很淡化 你们有兴趣 我全没兴趣 劳动我就很快乐 收入多少 对我不重要 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傻瓜 就完全无理性的人 你们怎么做 我不知道 给不给我 我不在意 而我们经济学呢 这两类人是不分析的 不分析的 我们经济学分析的人 一定是 给你一个选择 给你一个制度安排 你决定是选择勤勉 还是选择 偷闲 如果你认为偷闲对你是合理的 你可以放弃努力 选择偷闲 如果你觉得偷闲对你来说 有货币损失 而你更热衷于货币 而货币对你来说 编辑评价是递增的 那么你会选择努力 选择最大化的努力 人民公社是什么原因导致很多人选择了偷懒 而不是选择勤勉 当很多人都选择偷懒的时候 这叫群体性偷懒 集体机会主义 集体机会主义 经济学把这个叫做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 就是说一般情形下面 人们根据这样一个生产函数 你会选择提高努力程度 而在人民公社下面 最后人们选择不是提高努力程度 而是选择提高休闲的程度 那就是偷懒 普遍的偷懒 那么偷懒能不能受到有效的约束呢 如果人民公社有这样一个 很好的约束偷懒的行为机制 那也无妨 那也无妨 最后他可以纠偏 可以克这个遏制 偷懒的情形 从而遏制群体机会主义 然而人民公社是什么因素 使得他不具备这个机制呢 这是我们全球把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先提出来 第二个问题 怎样看在近年来 学姐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争论 大家可以查一下文献 第三个问题 减负与增收 谁更重要 减负 主要表现为 政府对农村的补贴 比如 重粮补贴 生猪补贴 农业生产资料补贴 这三大类的补贴 在农民的总收入当中占比 近些年来是日益走高的 经济学上我们怎么评价这样一个减负的政策 这里可以有两个角度 两个角度 一个是中西方对比 就是西方发达国家 你已经农业也现代化了 为什么你也是没有退出补贴的制度 比如美国 比如法国 美国对农业的补贴 额度其实也是蛮大的 按理说你农业技术水平已经比较高了 为什么还要补贴 法国更是如此 也正因为这样 法国和美国的农产品贸易当中 存在严重的纠纷 多哈贸易会谈之所以陷于僵局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与法国在农产品生产当中的 补贴如何能够达成两个国家的相对均衡 美国是希望补贴少一些 法国是要保持现有的补贴的额度 客观上就导致农产品贸易当中的不平衡 他们的纠纷 焦点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纯经济分析 到底是补贴好 还是创造更多的增收条件 让农民增收 这个就是经济学问题了 就比较一下 减负和增收 谁效果更好 谁更有助于持续的提高农民的收入 更有助于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的长期发展 我研究下来 减负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减负不解决长期问题 减减你的负担 但并不同时能够促进你长期发展 因此减负跟增收的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 第四 围绕这几个问题 今后要持续的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着力点放在组织结构的调整上 那么它的合理性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的逻辑 那就是你首先要把中国农村农业当中 目前存在最突出的问题 要搞清楚 借助于国内一些组织结构优化效果比较显著的地区 看他们的一些案例 他们是怎么通过组织结构的优化 来解决三农问题的 这样我们就把通常大家关注的制度性的问题 具体到了组织结构的问题 我们先浏览几幅图 这幅图大家不熟悉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 1950年 第一部 新中国土地改革法大纲 当富主实施 农民得到了土地 在庆祝自己的胜利 这个场面所流露出来的情绪 反映了土地 对劳动是何等的重要 失去土地 是如何的可怕 这个土地改革法大纲 出人意料的是 不是一个土地公有制的大纲 是土地私有化的大纲 为什么会出人意料呢 共产党在任何时候 它可以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 容忍非公经济的发展 但它不会特别喜欢非公经济 新中国成立之初尤其如此 这非常好理解 因为在它的执政哲学里边 本来是不包括私有制的 那么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初 选择了土地私有化呢 后面我们会分析 我们把这幅图先 让大家浏览一下 这个是人民公社诞生的时候 画面不太清楚 因为当时的这个相片 它的这个相数都非常低 可能放大 放大就糊了 这幅照片反映的是 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时候 人们对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的劳动组织 欢呼雀业 所流露出的那种激动的情绪 是你现在根本无法理解的 这是这样一个场面 请和人民公社的成立 人民公社在当时之所以 引起人们内心如此激动 是因为它赋予一种政治理想 政治理想 从此案走向彼岸 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就是人民公社 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 因此 人们对人民公社难免会寄予更高的期待 以为有了人民公社 我们过去种种令我们苦恼的问题 都迎刃而解了 因此 人们欢呼雀跃 也呵护长情 再看这幅图 看公社下面 人们是怎么进行劳作 这个画面同学们不曾见过 因为这个画面已经成为历史了 你所看到农村土地承包之下面 是单家独户的劳作 这个劳作有什么好处呢 毛泽东曾经讲过 人多 热气高 干净大 这话不完全错 有一部分是对的 尤其是农业的生产 你想 一个人 或者是两个人 在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田里边在插秧 内心 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焦慮 我什么时候才能插到头啊 又是手工劳作 一个耕地的农民 面对一个浩瀚无垠的土地 赶着一头牛的耕地 他什么时候才把这块地耕完啊 人一多呢 这种忧虑就淡化了 所以人多确实有它的好处 然而人多 所以你所看到的大家都还在除地 注意 注意左边这个妇女站下来了 在说话 一个人在说话 很多人可能就在听她说话 听着听着可能就放下手中的劳作 站下来一起听她说话 这就出现了一个客观上的群体性休闲 如果是自家种自家的地 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谁更多的说话 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提醒她 抓紧干活 这是自家的地 不能偷懒 然后她在这里边如果有谁偷懒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动地会提醒她 因为她也会跟她一样去偷懒 这就是一个集体的劳作 会出现群体机会主义 群体机会主义 但这个情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共识成立之前 甚至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 效率仍然是高的 记得我曾经引入一个其他的因素 一个非经济的因素 叫英雄主义 情绪 英雄主义情绪 人们每天都 内心都激荡的一种理想 一种英雄主义情绪 这样就淡化了这真机力上的考虑 哪怕你这个资源配置机制是无效的 这个体制是富相极力的 它照样还是勤勉地干活 淡化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这种情形是不可持久的 不可持久的 一旦这种内心的情绪消失了 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人们更多的选择勤勉 而不是选择偷懒 这就是一个更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 再看这幅图 同学们同样很陌生 因为你现在衣食不愁 一个陌生的画面 所包含的几张 票据 已经显得弥足的珍贵了现在 现在的珍贵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文物了 当时使用者 它的珍贵是因为 它与货币是互补贫 这就叫配额制 不管你有多少钱 如果你没有粮票 你在街上买那个飞饼你是买不着的 粮票制是在中国1955年开始实施的 实施粮票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粮食严重短缺 不能让你放开剁皮吃饭 就这么简单 客观上讲 新中国成立之初 短短几年 你要想很好地解决粮食充分供给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 为了让绝大部分人都能够获得平等的 吃粮权生存权 配额制就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 配额制下面 我们看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供求函数 你需要多少不重要 看有多少供给 想吃什么不重要 想穿什么不重要 看我能够提供什么 因此需求是由供给决定的 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生产函数 它集中反映了集权计划者配置资源体制 并且又面临严重的短缺 这个环境下面 所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制度现象 市场经济现在不是这样 是倒过来的 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 供给的数量是由需求的数量决定的 供给的结构是由需求的结构决定的 如果配额制短缺还仅仅存在于粮食利益当中 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是太严重 我们再看下面 物票 一吃一穿 两种基本消费品 人之为人不可乎缺的两种基本消费品 都严重短缺 因短缺而不得已采取配额制 我们再看四张票证当中 那个单位数 单位数 粮食 这里给的是半仕金 其实这已经算大了 还有一两的 还有零点五两的 单位愈小 说明欲是短缺 一至一半两都显得弥足的珍贵 现在你会觉得这很重要吗 到食堂 师父问你要多少饭 想想三两吧 其实结果吃了一两 二两人了 在短缺年代 扔下二两饭 很多人都会认真地打量你 这是谁啊 怎么会这样啊 这是谁家的孩子 然后这件事会 让人去传说很久 这就是短缺 我们再看上面 这些粮票所在的地区 第一张粮票 我选了河南上 河南上 它的意义是什么 河南 谁都知道是中原地区 一个粮食大圣 粮食大圣 粮食尚且如此短缺 更何况全国呢 我们再看上面 细粮 就粮食还分为细粮和粗粮 要是现在人们都会倒过来评价 粗粮好 粗纤维 里面有这样有那样 对人体如何如何的健康 当时不是这样的 家境好的 才能吃得起细粮 不得已 才会吃一点粗粮 这就是这幅图所表达的一个时代 一个基本消费品严重短缺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在人民公社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 在人民公社诞生之后 短缺的强度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中国完全废除粮票制 是在1992年 最后退出粮票制 邮票制度的是上海 上海 再看这幅图 这讲的是 所有千湖之称的湖北 由于严重的干旱 几乎浩瀚无边的湖 到处是一片龟裂 干旱之重 由此可见 整个一个湖就剩下中间这个窄窄的一条小溪 那么这幅图我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尽管人民公社存在严重的效率损失 注定了这个组织结构是有严重问题的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最大的好处 是可以集中 劳动 来完成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叫团结治水 团结治水 注意 著名的洪崎渠 著名的宏崎渠 著名的福字林水库 著名的淮河血洪工程 蓄水工程 黄河蓄水血水的工程 全部都是在团结治水时期 尤其是从1956年以后 借助于合作组织来完成的 没有钱 没有竹坝的技术 仅仅是社会主义劳动合作 便可以完成任何一个承包制的家庭 都无法完成的公共工程 这几乎是人民公社制度留下来的 一个非常耀眼的封碑 因此人民公社的问题 显然不在于人民公社本身 而在于它自己能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人民公社已经成为历史了 但是在它的废墟上 似乎还能够找到 我们所需要的某种制度元素 那就是我们能不能 借助一种新型的农业组织 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 避免这张图像在更大的范围之内 更持久的存在 这个千湖之神 在土地承包之前 我就没有听说过出现多少严重干旱的情形 所以它整个制度可能是没有效率的 但相对于公共工程建设所需要的整体性的合作 它又几乎是不可替代的 而农业本身 水利的供给条件 是一个非常重要 不可忽缺的条件 你要真正克服靠天吃饭的局面 水利工程为主的农村基本公共设施 就弥足的重要 这是近几年来 农业为主的地区 频繁遭受旱灾的惊饶 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就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 深入的思考 承包制是好的 但承包制要解决公共工程的问题 几乎是不可能的 借助于这些图 我们可以思考很多问题 为了把这些问题思考清楚 形成我们的一个分析逻辑 我们还是先回到历史的起点 逻辑的起点 那就是土地的私有化 是怎么走向土地公有制的 我前面提到 共产党的本意 是要消灭私有制 然而第一部 土地改革法大纲 恰恰是土地私有化 为什么 第一 是历史的经验 历史的经验 汉代的景田制 唐代的征观之志 明代的根哲有其田 以及历史上 每一次大约三百年 一个长周期的政治更迭 都由于土地制度的原因 这一系列的经验事实 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土地与劳动之间的结合 非常的重要 失去了土地 就需要得到土地 大多数人失去了土地 而大多数人要得到土地 这就叫农民起义 这就凸现了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 农民起义对制度更迭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重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再看景田制 景田制呢 我把它叫做 它类似于那个 bounding cell 就你 你要想获得这块私地 周边这都是私人可耕地 但你要想获得私地 必须同时耕动这块工地 达佩 佛劳义 景田制 就是借助这样一种土地制度 获得了非常好的效率 唐代的征观之治 尽管史学界对征观之治的原因 有诸多的分析 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需要我们单独把它提出来的 一 土地私有治 二 单私继承治 土地私有治 在一个非工业化的国家里边 土地私有治 产量的最大化 从而 与产量最大化相关的收益最大化 对改善个人的福利和国家的福利 就非常重要 所以你想 为什么征观之治时期 国家的文化非常发展 因为它效率高了 有钱了 然后它就有很多休闲的机会 然后就可以 这个饮食作妇 所以文化的发展 是需要有经济基础的 至于单私继承治 它可以解释 为什么盛唐时期 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比较快 家庭几个子女 上一代的财产只给长子继承 其他的都不能继承 那么其他的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做生意 所以盛唐时期 商业发展比较快 与这个制度因素有关 明代 记得毛泽东曾经 在评价朱元璋的时候 曾经讲过 他说朱元璋 基本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他把国家治理的还不错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朱元璋采取 根哲有其田的制度 根哲有其田就是无为而治 你没有能力解决人家吃饭问题 那就把土地给农民 让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 你相信农民别的不会做 他地会种吗 这样就可以把国家 对种地者的监督费用降为零 土地交给他 不需要你就监督 得多得少是他的 产量高低是他的 监督费用就为零了 人民公司为什么会低效率 因为人民公司监督费用是最大化的 一个小小的生产队 都有很多监督者 生产队长 副队长 指导员 因为他是针对着这个建制 指导员 妇女队长 民兵排长 团销组长 保管员 会计 技工员 然后他分成各个作业组 还有组长 一个team里面包括了这么的监督者 那么谁来监督监督者呢 每一个监督者都有足够的理由去开会 去逃避劳作 那谁愿意积极地干活呢 而土地私有制 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结合 带来的非常显著的效果 就是监督费用为零 成本是效率的反函数吗 你成本为零了 这个费用为零了 那么你效率不就提高了 这是第一步 土地改革法大纲 为什么体现的是一个土地私有化的价值指向 但是我前面说 既然本意并不是要长期保持私有制 这个时候实行土地私有制 只不过是要解决吃饭问题 吃饭问题 再一个实行土地私有制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民主革命时期 在根据地 中共在根据地里边所积累的经验 以及革命力量的成长过程当中 积累的经验 到根据地 只要你打土豪分田地 就有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 民不聊生的农民就会支持你 至于你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它知道不知道似乎不重要 你谁解决它吃饭问题 我就跟谁走 再给你看红军队伍 最初第五四反围剿 失败的时候 经历了长征 长征走完一半的时候 大部分人已经没了 剩下力量已经非常微弱了 然而为什么后来 力量又逐步壮大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到之处 打土豪分田地 所以才会有长征祖歌 东方红里面所唱的叫 送子参军送狼参军 对我就是这么 足不足不由小到大 兴活可以燎原的 是这么一个过程 正因为土地和劳动之间 有着这样一种 非常重要的特殊的关系 毛泽东早在 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 就已经提到 中国的问题 最根本的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 民主革命几十年当中 这个问题并没有达到 很好的解决 民国政府失去治权 到最后实际上重要的原因 也在这个地方 蒋介石在泥流之际 倒是回顾了一个事实 最后他说了 他说我在大陆 最大的失误 就是没有搞土改 当我看到这个 他在回忆录里边 讲到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在考虑 实际上 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表达了土地 对中国农民的全部意义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他只是一种生产要素 他是生命得以存续的 一个基本的条件 基本的条件 土地和劳动的组合方式 是农村生产方式的基础 得到了土地 就得到了生存权 谁让你得到了土地 谁就值得让他去感恩戴德 这是共产党能够得天下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且在那个时代 农民占社会人数当中的权重非常大 这就毛泽东讲的 汪洋大海般的农民 既然是汪洋大海般的农民 你能够把他们调动起来 保护好 利用好 他就可以 做很多事情 汪洋大海般的农民 一旦被你忽视 你必然失去江山 所以我理解 蒋介石在弥留之际 他为什么会想这件事 我看了很多他的这个回忆录 我一直没有发现 他是不是在很多重大问题上 有认真的反思 唯独在这个问题上 反思得很认真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 突现了土地 在中国历史上 中国改革当中 它的特殊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